南京建议区排名第一的小吃竟然是这个 南京人看不出我们这次味道 特殊你们 做了多久了 在这里满了20年了 青年看不到 再风再雨 再寒再冷 夏天中那么高的温度 都要干 不要干那么多人都要等 来这吃一个口感不足而已 要尝一尝 到底好不好吃 甜的最好吃 甜的绝了 甜的也好吃 对 小糟饼 圆的是甜的 长的是咸的 先吃个甜的 好酥好脆啊 里边糖微微甜 很适口 又酥又脆 很香 好吃 咬开来 葱香味是特别浓郁 别看它小 我会觉得咸的比甜的更香 更好吃一点 因为它里边还有葱香味嘛 一口一口特别香 能把这么简单 这么朴素的小烧饼 做的这么好吃 真的也是一种本事 刚刚老板娘也很委屈的跟我说 很多南京人瞧不起 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 我想说 只要靠自己双手 努力生活的人 是没有高低贵贱的 都是值得尊敬的 这家特色的小烧饼 论口味口感 我打四颗心 以上观点 代表四哥本人